新中国联邦人但愿有钱真的能懂得 你活着是来修找你的本尊 而不是为那些财富和你花不完的钱 如果你能花掉也行 也行啊 我就拿了门你为什么要那么多钱呢 那么多钱干啥 不需要那么多钱 多余的钱多余的东西对你最后都是祸害 太多的钱都是祸害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闲话少叙直奔主题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纽约客的著名作者 Evan Osnos 他写的关于七哥的重磅报道 七哥是从哪里起家的呢 他来自山东鲁西北 一个小山庄叫西曹营村 那这个村子属于山东省的哪个县哪个市呢 是山东省辽城市的申县 申这个字啊 就申申学子的申 这个地方可不得了 我告诉大家出过哪些名人 出过哪些故事 大家就知道这个地方的民风 大概是怎么一个样子 这个地方的人们的精神面貌 大概是怎么一个样子 为什么只有这个地方才培养出了七哥 这样千年一遇的人才 为什么这个地方度过了童年生活的七哥 在美国今天花一亿美金买房子 连眼都不眨 而且生活的奢华程度 按照华街日报以及彭博社等权威财经媒体的说法 跟美国的超级富豪比起来 七哥都算是有钱人 过的生活太奢华了 为什么奢华 就是说小时候穷怕的 深县地处山东西北部 是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处 那么这地方出过很多名人 首先一位名人 就是水浒站里边的蔡元子张青 不熟悉水浒站的朋友 可能想不起来张青是谁 张青就是孙儿娘的老公 水浒站里边的张青和母夜叉孙儿娘 开那个黑店 结交江湖好汉 平时没事就包那个人肉包子 就是发生在深县 所以七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苏儿娘和蔡元子张青的老乡 张青和苏儿娘是他的前辈 另外 其实梁山也离这不远 所以山东出好汉 出土匪 出汉匪 这都是历史造就的一个文化基因 那我在山东深县 在鲁西北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当年就告诉我 说你看 别看这个山东快书 武松打虎 在全国这么流行 但是当年的民间艺人 走街串巷说书的时候 到了深县这一带 大家都不敢讲 孙儿娘卖人肉包子那个故事 因为啥 你敢在这里讲这个故事 就有可能被深县的朋友们 给你做成人肉包子 另外 这个除了苏儿娘和这个蔡元子张青 这是他的老家以外 还有一个地方叫野株林 也是水湖里头的 也在这个山东的这个深县 野株林是干啥的 野株林是水湖传里头 80万进军总教头 好汉林聪被高球陷害以后 发配边疆 他是由汴京发配至窗州 路过野株林 在这里化险为夷 绝处风生 走上了武装起义 夺取政权的道路 林聪就是在野株林 产生了人生最大的改变的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还是野株林的故乡 当年《书户传》里头 有句诗四言 这个七言绝句 讲的非常有意思 叫枯曼层层如在角 桥之玉玉似云头 不知天日何年照 唯有冤魂 不断愁 你看 唯有冤魂不断愁 在野株林 在深县 在鲁西北 在山东这个地方 啥都缺 就是不缺冤魂 当然 要再往前推 这个地方 还出一位大零零顶点的军事家 叫孙斌 孙斌是谁 孙斌就是 孙子兵法 孙武的后代 他们也是这个地儿人 实际上孙武 出生在今天 山东的东营那一带 是当年的齐国 孙斌就是在当今的辽城这一带 在这里生活过 他最著名的战役 就是在山东辽城 在这个深县附近 打了那场战斗 叫马陵之战 马陵之战 当年关前341年 孙斌就是充分利用了 这个马陵道 这是山东深县的一个地方 在那里 埋伏了骑兵 一举打败了娇纵的卫兵 导致卫军的主将 庞娟 就自杀于马陵道 那个地方 有一个高高的土缸子 人称黄桑缸 那里 据说当年还有一棵餐厅大树 庞娟就是在那棵树下 自稳身亡的 据辽城当地人讲 这棵树现在还在 当地群众也趁这个机会挣钱 所以你看 我给大家讲了这么多人 鲁西北 黄土高原 就是这么一片神奇的土地 七哥就是在这里 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 那真叫穷的是一个底调 和这个七哥同等级别的富豪 我认识好几个 他们说当年七哥穷到什么程度 上吊都买不起绳子 这个地方民风极其的不一般 那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悍 实际上大家这几年 在中国制造了这个重大新闻事件的几个事 也都发生在这个地方 其实啊 丰县也和这个地方离的不远 你看 它是江苏 河南 山东 河北 几个地方交界的地方 所以 这些地方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由于是几省交界地 所以各省的政府啊 公权力 它的公共服务就设计不到 既然设计不到 就由着老百姓啊 自己搞 老百姓自己搞靠什么 那关键时刻就是靠暴力嘛 哪有靠说理 能够从小到大 能够生存的顺利的 没有 所以你看 七哥当年在这个 视频直播的时候 老是用一句话 大家还记得吗 叫沈县央谷险达险 不信咱就走走砍 这个口音就是这个口音 沈县央谷险达险 险达险啊 就是地理位置上 这两个地方挨着 杨谷不就是水浒传 就是武松打虎的地方嘛 对吧 沈县央谷险达险 不信咱就走走砍 是用了谐音梗 那就是 你想跟我做生意 想骗我钱 或者想不听我的 咱就现打现 马上让你难看 马上你家破人亡 马上让你伸手一触 这句话 每一个鲁西北的人都知道 所以他也进入了 七哥的血液里 这也成为他以后 在屡次的关键时刻 在人生面临 要么就是一帆风顺 要么就是被踩到地狱最底层 关键时刻 他的信条 神险央谷险达险 不信咱就走走砍 那么 其实这些年在那里发生的重大恶性事件 是不少的 大家还记得当年南方周末率先报出来的 那个于欢案吗 于欢和他的母亲都是山东辽城深陷人 这个于欢的母亲借当地的一些公司的钱 高利贷还不上了 这家公司叫山东元大公贸有限公司 那于于欢的母亲还不上钱以后 这帮家伙就采取了七哥非常熟悉的手段 就把他的母亲控制起来了 然后 关在办公室里 辱骂串尔光 鞋子无嘴 然后 崔战人竟然当着于欢 就是 这位女士 儿子的面 当面凌卢 苏鞋依侠就是于欢的母亲 怎么凌卢 鲁西北的这些男生 有的是办法 有的是经验 然后于欢 在极度的愤怒之下 拔出了刀 出现了流血事件 你看 这个当地的法院 竟然 判于欢 无期徒刑 理由是什么呢 辽城的法院 这个深陷的法院认为 虽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已经受限 也遭到了侮辱 但对方没有人使用工具 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 于欢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所以把于欢 判了个无期徒刑 这个事情 引起了 舆论极大的反响 法律就是这个德行 法院就是这个德行 最后民间的商业纠纷 必须用极端暴力 极端侮辱的方式去推进 于欢只是个受害者 所以这个事情 当时的争论就非常非常的大 到后来 法院迫于各种压力 好像也进行了一些 判决上的修改 所以鲁西北 山东的辽城 深陷 惯陷这些地方 他们除了崇尚暴力 崇尚私了 崇尚 这个怎么狠怎么来 以外 他们还有生殖器崇拜 你看这个于欢 这个案件里面就表现了吗 要钱要不出来 是吧 这个高利贷 看人家还不了 就当着他儿子的面 要侮辱他的母亲 在他们的心里 有一个信条 就是一个女生 对他进行性侮辱 就是最大的侮辱 也是对他整个家族 最大的侮辱 当地 其实还流行过一句 这个改编的 武松打虎的黄段子 武松打虎原来应该是这么说的 对不对 说当了个当 当了个当 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 献艳水域 不要僵 标一标 浩瀚无尔浪 拿乌怂 血圈倒过少林死 拱服练到把念上 回家去世 打闹了冬元庙 立家乌虎 被他赏 在家打死 立家乌虎拿鹅把 浩瀚乌怂 难打管死 就奔了外祥 在外流浪一年整 一心一回家去谈网 手里拿了一个小把 保护背到了简帮上 顺着大刀往前走 跟前来到一个村庄 吼 村头有个小酒馆 风刮酒晃乱晃的 这边歇着三甲嘴 那边歇着柴探响 这边立着个大牌子 上歇着三万不果刚 什么叫三万不果刚 笑笑的酒甲说话矿 我武松 上来爱喝酒 我到里边把这个好酒唱 浩瀚武松往里轴 找着里边一打两 又张左子左进方 两把椅子里两胖 找着那边六身砍 一拉柳的紧急岗 这武松把包袱放到了桌子上 又把少榜里考枪 说道 酒甲 那就来 酒甲 那就来 酒甲 你给我拿酒来 恋憾三声 每人打墙 这个时候买买勺啊 掌柜的就在后边嘛 有个小伙计还不在 堵着腾 拿起上了帽放 这武松恋憾三声 每人打滑 桌子一拍就开了墙 酒甲 那就来 大汗一声不要紧 我这个娘啊 这阵的方子乱晃的 呼啦呼啦 支调图 震着那个纠缸 嗡隆嗡隆的整儿胖 酒甲出来六身砍 什么东京 我好家伙 这个大哥怎么怎么唱 他看武松 省子高大一掌二 膀子扎还有力量 脑袋寡子散流多 两眼一瞪响令的 葛不好向方上梁 劈锤一转向铁行 把他一声波鸡打 收指头 啵啵啵啵 棒吹唱 我就先讲到这 后面就是武松打火的这个正式的场景 结尾结在什么地方 说武汉武松啊 身子高大一掌二 膀子扎开有力量 这都是传统文学 传统文艺里面 比较正常的写写手法 我刚才讲的这一段 也都是在公开的演出场合里面 能够公开演出的 但是这个辽成 身陷阳谷啊 鲁西北这帮家伙 他就把他编成了黄段子 哎呀 我非常熟悉 他们讲的啥呢 你看人家正式的文章里面 这个文本里面不是说武松身高一掌二吗 个子高 辽成啊 给他编成了这个 当了个当 当了个当 现彦水域不要僵 标一标浩瀚沃尔朗 沃尔朗 沃尔朗 沃尔朗的假货唱 冲北井捣难样 拐了个瓦倒高堂 有铺底有改方 有当创来有当量 你看 他就想象的男人最有能力的 就是那个家伙长 从北京到南洋 拐了个瓦 到了高堂 高堂就是深陷了一个地儿 这都是当地这些男人脑子里 赚的 要么就是我动刀子 我弄死你 要么我就动下面 我也弄死你 他们脑子里没有别的事 整个的文化基础就是这个熊样 所以七哥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 那更关键的是 七哥上到读书 读到13岁 他就辍学了 实在是对读书没有任何的兴趣 在那一个环境里边 家里有八个孩子 为什么叫八个孩子 为什么叫郭七哥 就是因为他排行老七 这么穷 这么落后 充斥着暴力 充斥着这个暴力的现文化的这个地方 一家里有八个孩子 很难想象父母怎么养他们 所以只能放任自留 只能在自然状态中自己成长 这里面就冒出了七哥 这么一个千古的奇才 他小时候 没别的本事 就是会说 就是会说 舌头一直不停 那这个纽约克的这个记者 这个Evan Osnos 还采访了这个深陷的很多人 真的咱不得不佩服西方这些记者 你挖到了这些料子 非常有意思 他采访了七哥当年小学的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想起来 哦你说的是郭七啊 哎呦 那个人的嘴巴可会说了 他平时不干别的 除了打架就是赌博 要么就是追女孩 就这三件事 只有这三件事 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在13岁 12岁左右 七哥就辍学了 英雄从来不问出处 英雄落难 也不需要讲原因 反正你是落难了 那七哥当年 在年纪新轻 12、3岁的时候 就体现出来 不一样的禀赋 这也是鲁西北这片土地 培养出来的一朵鲜花 一千年初一次的人才 用在七哥身上 绝对不过分 所以当年 七哥在美国刚刚冒出头来的时候 好多人很兴奋 哎呦 原来中国还能出这种人才 各方各面都已能和七哥结交 作为人生的顶峰 绝对是个荣耀 我当时我就提醒他们 你们刻的消息 我说鲁西北 山东的辽城深陷惯陷 这些地方来的人 别说坏人了 你好人 你都不能跟他打交道 你都不知道怎么着 你就被他弄得身与明具面 你还卖了 你还给他数钱 你们得小心 结果好多人不小心 跟七哥这些年沾上的 非死即伤 要么的人 很多人就是只能一个字 人 因为你惹不起他 山东这个地儿 鲁西北培养出来的人 你能把他怎么样 你只有被他玩得死死的 这个份 你绝对没有半点 占他便宜的可能 所以今天我们又用一集的篇幅 讲了讲七哥的童年生活 以及他童年所生长的环境 对他后来成为七哥 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 不是一般人 真的不是一般人 好 下一集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述 七哥是怎样练成的 欢迎您给节目点赞打赏 更欢迎您 在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七哥 以及身边七哥 这样的人的一些看法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 下期节目 下期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